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及港股方面 上午有一个拉锯状态 恒指半日跌27点 中午收报18,862点 国企指数升8点 中午收报6,402点 科指升10点 中午收报3,890点 大市半日成交451亿多 这次和大家看看二童股 先看康熙乐生物 估计上周五创了52周 新低后公司宣布 八日级白猴和破伤封联合疫苗 获准临床的试验 所以今早早 曾经急弹上去 公司说这款疫苗 适用于六岁以上的人 是为青少年和成人的 加强疫苗 主要是发达国家 已经将这个疫苗立入常规的 疫苗接种计划 但大陆没有获批青少年和成人版本 这个产品如果成功上市 就可以填补国内的空缺 看回6185 因为有这种疫苗 可以获得批准试验的消息之下 半日升到一成二 中午收报27元 升两个九毫半 上周高位曾经去过27.5 但因为价残 所以弹力也比较厉 之后看看妈妈币也有消息 《经济日报》就报道 阿里巴巴旗下新鲜的新零售平台 合马先生 最快未来两个星期 便会申请分拆上市 获批之后 最快在11月中便会进行IPO 报道指 这家公司有望成为阿里变革后 第一项大型分拆上市计划 这家公司整体估值超过300亿 实际金额就按市况而定 有分拆消息 阿里巴巴半日叫做靠稳岛 中午收报84.1毫半 半日升到一毫子上来 上周高位去过84.7毫半 之后看看这些药收莫股 2616基石药业 半日升到大部分6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获首席执行官增持 他们首席执行官叫做杨健申 分别在上周一和上周二 用他自己的资金 在公开市场买了46万股公司的股份 买完这个股份之后 杨健申持股去到3.5% 公司就说 自从杨健申接任首席执行官以来 已经用他自己的资金 在公开市场买了合共373万股 买入价分别为2.5至4.6 他也说到不排除会适时增加公司的股份 看到这个消息之下 基石半日升到大部分6 最后看了一只顺耳玻璃 发了刑警 股价今早下跌 但收服失地半日升到大部分1 中收服11.7 集团预计上半年顺利按年减少3.5至4.5 去到18亿至21亿的范围 公司就说盈利减少 主要由于中国建筑市场的浮发玻璃需求受压 令浮发玻璃的产品平均售价 在期内继续维持低价水平 以及供应短缺 令到能源和原材料整体平均成本 在期内继续上升 大家可以留意盈景的消息 这一节要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